大家好 我这一副本来是弄的全没的 但是它这个纸不怎么好 所以全变灰的了 变成灰的了 我们就怎么办呢 也不用丢掉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它给收拾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叫 这是三绿啊 几点三绿 还有 胡兰 这是半生半熟的旋指 我也是在这上面尝试 所以 挺新鲜的 然后我再拿点折食 先把这上面给它整吧 我们整的时候先搞点火清吧 火清 打底啊 火清打底 烹点这个水 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一样的 按照 这个圆雷的这个 山石的这个叫 形状给它 这样就是 染一遍 对了 这里滴了两滴 不好意思 滴了两滴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好 现在我们就把它给染到底下了 染到底下了 我们就开始上这个叫牙色了 照顺一下 就煮一下 他就融了 正在这些 这个跟泼材 就是貌似一样 但是实际就是 不一样 因为这个不能泼 泼上去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往边上流动 所以我们就是 要变一下 你看它已经往边上 扩了 所以这个 纸 就是不好掌握 现在我们就是 搞点 这个 湖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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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其实也就是尝试啊 呃 干了 其实我也就是 不知道 什么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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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好 我们还需要一点白的啊 呦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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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白的 给你 好,白的我们 用一点就可以了 不然太多的话也不行 好,白的 但是我这样舒适的话 效果那就是音质昂逸 所以这个没办法的 但是方法绝对是可行的 感谢观看 如果就是这一次 它就是颜色变了淡 然后我们下一次就直接用颜色这样点了 就不需要那样铺了 因为这个纸的话扩散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按指的这个脚脾气来 这样子就有点准备了 然后我们下一次就要准备了 就像这个地方颜色已经淡了 已经淡了 我就是再加一点 因为颜色淡了的话 它就没有厚度了 所以我就是再给它加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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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副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再给上面再加点小点的素 我们再来看看小点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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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差不多就这样 好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等干了再看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